嘉玲1955年出道 十二年拍了七十部电影就收山 肚肚都是做女主角 做到大多数都是那些高贵大方的角色 正正是 肚肚主角 肖嘉玲 风华绝代 真明星 讲到嘉玲 最为人乐道的相信是 和人称四哥的謝言那段爱情吻事 謝言 嘉玲一出道就和一间电影公司 那时几乎一套电影都抹上 还是做情侣那一只 正正是 有謝言就有嘉玲 情情塌塌 拍不停 謝言 嘉玲 一个娇柔无味 一个风度偏偏 可能因为日久生情 两个人的恋情已经不是公开的秘密 当年的四哥又有身形又有现款 都不知几多东西玩 女多就不再说了 所以不时都有分手的传闻 就在大家都以为他们可以收成正果的时候 突然传出嘉玲的分讯 正正是 四哥不是那么花费 分可能是同他结 1965年 謝言 嘉玲拍了一部 《爱情永远在怀念》中 难道分手是有先兆的吗 正正是 分手早早已放风 爱情永远在怀念中 就在今集结束之前 让我们重温一下 一代巨星嘉玲的风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广东话》 爱广东话 粤语保育及传承 《爱广东话》 如果觉得内容适合看的 Subscribe